OK,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第三个语法点 形容词 Grande, Pequeño, Bueno, Malo, Superior e Inferior的相对最高级 其实这些个形容词 它是都有自己的原型 以及自己的相对最高级 而它的相对最高级 其实我们并不陌生 我们之前有学过它相对最高级的其他表示方法 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它的第二种表达法 Grande 其实我们之前所学的相对最高级 是 más grande或者是 el mayor 那么今天再学一个叫做 máximo pequeño我们之前学的 el más pequeño或者 el menor mayor或 menor它主要指的是程度或者是年纪上的大小 然后你今天学一个 mínimo Bueno,我们之前学过 el mejor malo 所以说过 el peor 那么今天分别学的是 óptimo和 pésimo óptimo和 pésimo superior 它的相对最高级 其实是 el más alto 更高的 然后 inferior 然后更矮的 它这个主要是指的是级别上面的 它这个主要是指的是级别上面的 层级指级上面的 OK 而它另外一个用说法呢 今天选一个 supremo和 infimo OK 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用吧 在这个例句当中 看一下它怎么用 首先第一个句子 不是我们还是英文的 他说得一 playground 我们一天大干的没有 一路之间还没什么 那拍最小的那个 一路之间还没什么 不知道刚才 发生了一些 所以说 就等于是 最低的 就继续看 Las condiciones en que trabajábamos eran bésimas 我们所工作的这个环境非常的差 bésimas 等于是 非常严重 或者是 非常严重 下一个 lo máximo que harán contigo es quitarte la beca no creo que eso te importe demasiado 他们挺多能够对你做的 也就是把你的讲学金拿掉 我不认为这个事情对你特别重要 这里面 lo máximo 我们把它翻成最多挺多